今天好專劇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萬普GG系列的 美少女戰士新版的部分的A款的 小兔 仙子 欸 對吧 欸 這樣講好像不太對 欸 等一下 我發現好像搞錯他名字欸 小兔兔 好嗎 我只知道她是女主角的女兒 然後從未來 她的名字叫什麼 對啊 小小兔 小小兔 沒錯 然後她的 她是 那個月光仙子與那個 燕尾服蒙面霞的女兒啊 但是 記得她後面有點怪怪的 那也算是個蘿莉啊 其實我對她記憶 完全沒有太深 反而其他幾個月光仙子 其他幾個 水手服仙子 我都大概還知道一些典故 但她 我只知道她從 從未來而來 但她為什麼從未來而來也不知道 欸 她這隻 GG系列就很明顯 比一般的GG矮很多啊 可能有做配合啊 打開又是一體成型的啊 這點還不錯啊 新版的 已經確定現在 新版的所謂的GG系列的 都有推出 都有推出 美少女戰士啊 大家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我個人是覺得 新版的臉真的比較像那個 的臉喔 以前的臉比較有特色 現在臉都長得很像 腳架這樣 腳架扣完 正面這樣子 基本上就是粉紅色的月光仙子 後面這樣子 底部這樣 鞋子 鞋子上的月光又做 還有 耳環也有做出來 然後招牌動作 雙手 呃 右手筆頁 然後這樣子插腰 正面 側面 後面 轉圈 這個有點亮氣的感覺 一定還不錯 然後比較矮啊 我應該拿一隻 應該拿一隻給大家看一下 另外一隻GG丟到哪一圈 找一隻GG啊 GG 隨便拿一隻給大家看 給大家看一下 他算是這一組還算蠻有講究那個身高的啦 一般GG的身高都差不多接近有 25公分啊 他這隻比較矮一點點 不到 不到20啊 算是配了他在 劇中的身高啊 算是一個我覺得還不錯的一組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購買 這是 萬普GG系列的 小小兔仙子 好